欢迎来到科学思语频道 我们在这里分享科学微学习视频 有机化学是研究碳激化合物及其反应的学科 碳是所有生物体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 有机化学在我们理解生物体中发生的分子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碳原子具有独特的相互结合能力形成长链合环 还可以与其他元素结合形成大量分子 这些分子包括从二氧化碳和甲烷等简单化合物到DNA和蛋白质等复杂大分子的一切 有机化学还涉及研究这些化合物之间的反应 这些反应可能涉及破坏或形成化学件以产生新分子 一个众所周知的粒子是光合作用 植物利用来自太阳的能量将二氧化碳和水反应生成葡萄糖和氧气 有机化学中研究的其他反应包括涉及酸和碱的反应 加成和消除反应以及氧化和还原反应 这些反应用于合成药物、塑料和其他材料 有机化学的主要挑战之一是预测和理解这些反应将如何发生 化学家使用各种工具和技术包括计算建模和光谱学来帮助他们理解和预测化学反应的结果 有机化学在医学 材料科学和农业等领域有着重要的应用 例如许多重要的药物都是基于有机分子的 包括阿斯匹林、青霉素和化疗药物 有机化学对于塑料和纤维等新材料的开发也是不可或缺的 近年来人们对可持续和绿色化学的兴趣越来越大 旨在开发对环境友好且使用更少资源的化学工艺 有机化学在这一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为化学家致力于开发更加环保的新反应和新工艺 总的来说有机化学是我们理解发生在生物体和我们周围物质世界中的分子过程的重要研究领域 它的应用范围很广 并且随着新的研究和发现的出现而不断扩大 澜 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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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